好 台东县环保局过来维护民众环境的权益 全年无休24小时全天后受理环境公害陈情案件 那么截至今年11月底受理陈情案件超过了2000多件 环保局表示警察人员随时出动维护大家的环境 取缔环境公害或者是污染的行为 维护优质生活环境 生活环境出现恐惧污染意味 噪音环境卫生 废弃物等公害或是污染时 环保局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要在第一时间前往地点进行稽查以及处理 台东环保局为了维护民众环境权益 全年无休24小时全天后受理环境公害陈情案件 截至今年11月底受理陈情案件超过了2000多件 我们受理环境公害还有污染的一个陈情案件 截至到11月底有2267件之多 那主要的一个污染的性质是属于环境卫生 那还有空气污染是异味的一个部分 109年是2020件 到了110年是2440几件 一直到今年截至到11月底是2267件 那当然都是高达2000多件 这是第一次受理的部分 受理处理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都还有后续的一个复查 那甚至都超过3000多件 环保局也提供非常多元的陈情管道 不论是环保局专线或是网路都能够进行陈情 为了要服务我们县民 所以我们也批设了很多的一个陈情的一个管道 比如说免付费的一个专线 入的一个陈情的一个受理系统 然后手机APP公害报报 都是20小时来为民众 服务为民众来处理陈情案件 环保局稽查人员全年无休随时出动 只会让台东环境更加美好 也让县民能够有优质的生活环境 就盘着台东市报道